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Kenge 老王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支影片記錄了我跟我老婆2018年冬季 被海盜12天自助旅行紀錄 影片第二集我們來到地獄谷 洞野湖 小樽 還有雜黃 雪中自駕的過程一下大雪一下藍天 路途中我們還拍了一系列很美的照片 那就一起來看看影片吧 這次租用的車是Toyota Rainer Car的Sietta七人座油電板 坐下四個人及四大巷的行李非常的充足 加上是油電的關係也非常的省油、划算 另外日本的高速公路過路費不便宜 建議可以租用ETC或是買外國人限定的PASS 可以省下不少費用喔 早上在712人補給了一些零食 吃完早餐 看著這樣的大學 覺得一切都有點那麼不真實 不久之後突然變成藍天 這樣的公路雪景 真是沒呆的 我們順著往地獄谷的方向 來到韓國的近郊 大早國丁公園 東紀的大早國丁公園其實人不多 加上要趕路的關係 我們簡單的這邊 拍些照片 飛得空拍 就繼續上路 要到地獄谷的總路程大概約四個小時 途中我們也停了幾個休息站 買了些有趣的東西 例如這個 玉米造型 玉米濃湯口味的雪糕 還在做更真實 還在尾巴 鏡頭講一下 就這樣吃吃喝聊聊天 三個多小時就過去了 我們即將遞到我們的目的地 地獄谷 佐hes brasile 謝から newspapers 麴米倭 在哪裡 地獄谷 夏大雪的地獄 到達這邊 你會先聞到滿滿的硫瓣味 那後面的這個小木屋是游客服務中心 裡面也會有很多相關的導覽 都是硫磺的味道 這裡好像有點臭 沿著木棧道走第一個會看到的是鐵拳尺 對了 可以試看看用廣者鏡拍下這樣的美景 真的有種地獄的感覺 鼻子快掉了 我的鼻子 掉了對不對 沒有啊 地獄谷這邊其實有很多大小景點可以看 整個走完大概要兩個多小時 但礙於地形跟時間的關係 我們並沒有全部走完 有點可惜 如果你也是冬季來到這邊 你一定要挑選一雙好走的鞋 不然就會像我們這樣 一直滑來滑去 非常危險 怎樣 現在是怎麼樣 你在保護我的女人 怎樣 我是覺得蠻free的啊 有嗎 你看 又來了 又來了 隨著天色漸漸的渾暗 天空多了好多的烏鴉 這時候氣氛有點詭譎 非常的奇怪 欸 那是什麼 你有看到嗎 再倒走一次 你有看到嗎 那是什麼 好啦不像你啦 其實沒有看到什麼 只是覺得當下的這個氛圍 真的非常像在地獄 如果你也想感受看看 可以下午的時候到達地獄谷 你會發現真的好多好多的烏鴉 晚上入住的地方呢 是位在洞野湖旁的大河旅館 是一間平價的溫泉飯店 窗外就是洞野湖的風景 但是入住已經很晚了 所以看不到任何的景色 晚上呢我們就在飯店內用餐 今天吃的是壽喜燒 其實口味還不錯 吃完飯後呢 我們打算去溫泉去泡湯 因為是溫泉飯店的關係 所以店內提供的溫泉也是很不錯的喔 對了我們還在附近的小店逛逛 發現了一間非常復古的雜貨店 還買了一些當地的特產 回去飯店吃喔 這樣的雪景 無人的街道 是不是很適合拍些什麼 就這樣幫這隊陪海盜戀人 紀錄下這樣的浪漫 只是這樣的浪漫 要付出的代價也不小 因為這是零下四五度啊 終於看到洞野湖的風景了 一早醒來看到這樣的景色 心情特別好 早上在飯店吃完早餐之後呢 就準備要開始今天的行程 那一早醒來呢 其實你看到車子都會 長成這個樣子 之前就很疑惑為什麼 租車公司要給我們這個刷子 現在我終於發現它的用途了 其實還蠻貼心的 對了今天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在這個零下兩三度的雪景 替我的好朋友拍下絕美的婚紗 在前往小樽和渣黃的路程上 我發現了一片非常美麗的森林 讓我非常難忘 你們在哪裡啊 我們在 美麗哥 美麗哥 公路旅行就是有這樣子的驚喜 能夠拍下這樣子美麗的照片 再冷都值得吧 在日落前我們趕到了小樽 趕快來商店間逛逛吧 對了別忘了去六花蹄 買一下特產喔 超好吃的 好吃啊 好吃啊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記得到小樽浴河 拍下美麗的照片喔 這次來的時候已經是半夜 雜黃跟小樽我們是就地重遊 上次來的時候是夏季 這次來的時候是冬季的雪景 其實本來想規劃雜黃雪季的時候來到這邊 但是這次的行程趕不上很可惜 不過沒關係 下次一定會有機會的 這邊也分享一下雜黃的幾個重點景點 北海道救世廳 非常美 石器台 大通廣場 還有女生最喜歡逛的李小路 這幾個行程其實都在周邊 走起來都非常方便 影片的尾聲了 不得不來推一下我們這次入住的雜黃酒店 雜黃萌特利酒店是一間四星級的酒店 其實價格也不貴 一個晚上大概三千多台幣 但這都不是重點 店內濃濃的復古氛圍 不管是房間的設計 大廳的擺設 小到連門口電話亭都擺設非常有味道 最後在飯店同意下 我們在這邊拍了一組婚紗 整個完美必須推薦 下一集我們即將帶大家去美音跟富良野 也就是這次我北海道最喜歡最喜歡的地方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